三折叠的手机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三折叠的电脑你见过吗 一面是键盘 一面是屏幕 另一面还是屏幕 由于这种独特的结构 所以它可以变化出超级多的玩法 最离谱的是上面这块屏幕 竟然还能外接别的手机电脑 当作一台显示器 它就是GPD的新品 双屏笔记本GPD Duo 我手上的内侧版本 配置是AMD最新的AI9-HX370处理器 加64G加1T 那么这种新的笔记本形态 到底是无用的创新 还是伟大的探索呢 给你答案 其实之前就有很多双屏笔记本了 它们的思路基本上都是 把两块平板拼在一起 然后键盘是外置的 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做得更轻薄 重量和传统的轻薄本基本是差不多的 但是坏处是它的性能 只有平板电脑的水平 只能够处理出的轻度半高 而GPD Duo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路线 它作为一台13.31寸的小屏笔记本 重量却达到了2.2公斤 几乎和主流的游戏本是一样重了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把底部设计的很重 往里面塞了大电池 又往里面塞了金属配重 从而保证在上面这两块屏幕展开时 这台电脑不会摔倒 所以只要开合角度不是太大 那么这两块屏幕是可以直接立起来的 如果开合角度需要更大的话 那么它底部还提供了一个支架 像Surface那样可以展开来为整机提供支撑 在这样一个奇葩的结构下 它能够带来多少种独特的玩法呢 首先当然是最基础的双屏模式了 两块屏幕立起来 这样办公的时候就不用低着头了 而且还可以双屏同时显示信息 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种模式就是把上面这块屏幕翻下去 形成一个小帐篷 这个模式有点像收音机 给客户看PPT 共享屏幕信息就很方便了 如果把屏幕进一步折叠 然后关闭复屏 就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笔记本 提前透露一下 这个模式的续航开成恐怖 如果这个时候把这台笔记本反过来 就可以把它当成一台显示器用 比方说接起它的手机电脑 甚至硬件上是支持外接Switch的 不过现在驱动还没有适配好 这要是能适配 那掌机玩家不得狂喜啊 最后如果把所有东西折叠起来 那么它就会变成一台平板电脑 不过这个2.2估计的平板电脑 我是真用不来 我还是用前面的几种模式吧 关于这两块屏幕的细节 也是很值得说的 这是两块OLED的屏幕 分辨率达到了2880x1800 也就是一个16比10的比例 可惜刷新率只有60赫兹 这是我对这台笔记本最大的一个槽点 而且这两块屏幕也都是支持触控的 也支持主动式触控笔 支持4096级的压感 经过的实测 这两块屏幕的色域表现 确实非常非常鲜艳 亮度实测为388nit 不算特别亮 但也算是够用了 我建议大家 把亮度调的54%以上再使用 相对来说会更护眼一些 接下来看到C面 键盘部分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个正常的13寸轻薄本的手感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触控板 它居然用上了类似MacBook的不可按压式触控板 通过底部的线性马达来提供按键反馈 这个按下去的手感还真的挺真实的 我一上来甚至都没发现它是不可按压的 不过我要吐槽的是 这块触控板四周都设施了快捷键 可以通过滑动来触发 但非常容易误触 可以看出GPD是想在这台笔记本上很很对料的 但是软件调教的水平还没有跟上 希望正式版的时候 要么就去掉这些快捷键 要么就把它们调得更精准一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接口 这也是另一个让我感到非常离谱的地方 它作为一台13寸的笔记本 居然提供了一个USB4接口 一个全纹的USB-C口 一个DP输入接口 一个Oculink接口 一个HDMI 2.1接口 2.5G有线网口 两个USB-A口 以及SD度卡器 甚至连电源键都是指纹解锁的 这个扩展性别说是轻贸本了 大部分的游戏本都不如它 由于同时拥有USB4接口和Oculink接口 所以它外接显卡起来也是很方便 在后面的游戏实测环节 我会给大家展示它外接407的性能 接下来拆开后盖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硬件布局了 可以看到它采用了一个双风扇双热管的散热架构 3.1接口本领算非常巨大的了 所以它的续航表现也开成恐怖 实在它单屏模式下 PCMark10续航达到了将近16个小时 而双屏模式下 续航作为8个小时左右 可以看出GPTG2的电池是真的大 AI9HX370这个处理机的能效比非常顶 但OLED的频率功耗也确实非常高 另一个我感觉非常离谱的地方就是 它这么小的机身里却在下来双硬盘位 中间有个2280的原装硬盘 右边还有个2280规格的插槽 不过我要吐槽一下 这两个硬盘几乎是没有什么散热的 所以它使用时的温度会非常高 而且也没有什么办法通过背面的盖板散热 如果大家要加装的话 那么不要选那种发热大货 当然了 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是 这个AMD的AI9HX370名字这么快 性能到底怎么样 我只能说非常夸张 首先是性能释放 这台机子出厂时的默认设置是P2150W P2235W 此时CPU温度只有66度 看来这台机子的性能释放远不止于此 不过目前8奥才没有开放 所以我还是在默认模式下给大家测 CPU的理论性能我就放在画面上了 它竟然有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功耗 实现了接近台式机上 12、13代代K酷睿i5的性能 能效比属实非常夸张 核显性能 Time Spy跑分大概是3500、3600的样子 基本上是移动到2050独显的水平 对应台式机上大概就是1650这个水平 相比于上一代的884HS 还是有一定进步的 只不过没有CPU的进步那么夸张 那么这颗AI9HX370光靠核显能玩什么样的游戏呢 我也做了一张表格 这些游戏都开到1920×1200分辨率低画质 有FSR就开到质量的 结果发现大部分的主流网友都是可以高帧插完了 而3A大作呢 以往8845HS只能跑到340帧的游戏 现在可以跑到560帧了 流畅度明显提高了一个档次 当然了以上这些还只是开尾小菜 前面我们有说到 它背后还有一个OKLink接口 可以用来外接显卡 我之前也做过期视频介绍过GPD他们的记忆显卡物 内置了一块7600MXT独显 另外基于4050-4060之间的性能 同时还可以用这个OKLink接口关系更强的显卡 比方说我手上有一个开源宇宙的EG-01S拓展物 它采用了一个全金属机身的设计 搭配可插拔的电源 跟泰坦永络里面给泰坦装电池一样 真的是非常帅 我这边给它插上一张4070 然后接到GPD-62上 他们此外跑分就暴涨到了17000多分 这个成绩和4070本身的性能相比 只差了5%左右 性能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见 在扩展了4070以后 我们再来测一遍之前只能跑到5-60帧的3D大作 现在普遍都跑到了上百帧 别说是低画质了 现在我直接看到2.8开分辨率 超高画质超高光追的黑色化悟空 都能稳定60帧以上唱完了 怎么样 这台GPD-62是不是简直和变形金刚一样 它的玩法解释太多了 想想里实在是太狂野了 想要办公的话 可以用这个双屏模式高效办公 想要打游戏的话 可以一个屏幕显示游戏 另一个屏幕显示攻略 然后再外接一张显卡 高帧高画质超完游戏 真的好久没有见到这么让我激动的笔电了 虽然这台笔记本也不是十圈十美的 比方说它重量实在是太重了 而且因为工艺复杂 所以小毛病肯定比传统笔记本会多一些 再加上成本高企 所以价格也确实降不下来 最便宜的都要7999 顶配是只要卖到1万以上了 但GPD他们竟然一直在坚持研发这种 大概率小众的产品 就足够令人感动了 现在的电脑市场如此千变一律 能有这样一个异类 竟是做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是真的很酷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还有点意思的话 就收一个赞吧 我是不想看待一彩空中 希望能在下期视频里 一定消遇哦 拜拜